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现光庄严论》实际上我们前面所讲的 它是以弥勒菩萨的智慧 解释释迦牟尼佛的《波罗空行之音逆》的 这么一个殊胜窍诀论这个窍诀论当中 主要讲三支是修行 发声通过八品来宣讲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支 从今天开始讲四加行 就是四加行 我们在座的各位上这课 可能一个多月前也听过前面三支的课 那么现在讲四加行的主要内容 实际上三支的一切所修无论是在间接上觉着 还是在修行上实行 我们下面要讲相关专案论具体的一些实行方法 当然我们修的过程当中恐怕没有 就是像藏传佛教个别的一些密宗当中的修法那么明显 因为藏传佛教个别的一些密宗修法 前辈的大德们通过他的修行之路 理成文字而留给后人 按照这种教言后面的人去行持 非常方便的 那理论性的修行可能跟实际的一些修行窍诀的讲义有所差别 但总的来讲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法不但有间接的抉择 还要更重要的是修行上的行持 因此在座大家听法的这种意乐非常重要 我发现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对佛法的意乐比较强 但是慢慢在自己生活当中经常放下听法的行为 这是非常可惜的不管是你听懂 听不懂 你应该没有厌阻 没有厌烦心的 不要满足心地要继续闻思修行 尤其是闻思修行当中现在作为汉传佛教来讲确实比较弱 有很多人听了一两部论典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 不太愿意听课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个别道友听着听着 听了五六年 七八年以后基本上消失了 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 在学会当中最近我发现我们学会 实际上是一个专心最关键的一个时候 也有一部分还是不断地在闻思 有一部分现在开始自己生命的历程 依靠我这边的闻思暂时高层断了 因为我们都是资源的 他学了六年也是很不错的 六年毕业的话我觉得小学毕业应该可以这么讲 但是我的希望还是不断地读初中 高中 大学 对佛教的知识多多一善我自己有这种想法 当然我个人而言多几十个人 多几千个人 多几百个人 无所谓 我也不知道多多少还是少多少 他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我也看不到这些人我也听不到这些人的声音 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讲也是无利无害的 但是从内心当中讲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迷乱的社会当中 哪怕是佛法方面的这些教理听得越多越好 当然从现在新来的一些加入我们学院也好 加入菩提佛学院的人还是比较多 这也是一方面是非常可信的事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压力比较大 我这边的很多工作人没有生活上的压力 在城市里面经常讲需要赚钱 需要工作 听到的大多数都是生活上的压力 而我们这里一个是自己修行的压力 还有大家发心的压力 很多我身边的道友都经常说压力太大了 那么为什么压力太大呢 我们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而我们管理的人和在这里发心的人越来越少 我的身体也是不知道朝这个方向 因此我也特别希望很多人应该自觉地 对佛教的观念和修行应该自觉地越说 否则如果没有自觉学 完全是依靠别人的控制和智慧也有一定的困难 说实在我们学会这边我自己而言 我们有权给大家安排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学会 其他一些学员的人 经常给我们智慧你要给我们这样那样 这种我想应该没有资格的 因为我们辛辛苦苦造了这个原地 那原地里面所有的操作我们应该自己有自由权 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学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城市里面的很多其他的一些 包括各个教派的一些上师 他们的弟子我们还是愿意接受 但是有目的性的 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有态度 要求 这样的话我也希望这次我们学会专心期间 你们算是已经接受的话可以 否则我这边的观念人已经有限的 然后你们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 你们自己的一些要求这些的话 我们没有时间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学会的各项制度和要求 如理如法的遵守者我们也尽量地服务 而这些方面一点都不但不配合 还要给我们带来各种不方便行为的这些人 希望我也今天在这里可能相关的个别人也停止 包括我们这里发心人员也有一些所谓的威胁 其实你们给我发心人员威胁应该是对我的一种威胁 当然大的威胁都是没有的 但是说是我们的上师要找你们发心人员 找你们教务处的人算账 算账的话可能这么多年以来 你学的学费准备交回来吧 我想其他应该没有什么账我们也没有这么多 应该免费的学了很多现在你不想学的话 那么这么多年所有的学费可能给我们算清楚 可能会这样的不管怎么样 这些一方面是比较小的一些是非 我们希望有些是非尽量地减少 大的闻思修行大家着重 不管是学院也好 学会也好 我希望我们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 不可能没有是非 但是不要整天都是在一些是非上混时间 这样的话这不是一个修行人 这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佛教团体 连世间人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这些组织集团 他们的人格向上 管理控制 各方面都是非常科技化 科学化和合理化 这样作为佛教徒 大乘佛教的修行人更不用说 每天都是跟自己的上师 弟子 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说来说去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集团也好 这种组织也好 这种修行人 我们都不需要接受 非常多的这些人应该在佛教团体当中 尽量自己休息不要接触我们很多的团体 否则这些人经常给我们带来 不但是修行上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给周围的人经常带来不好的影响 因此学院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们学院里面希望大家真正想闻思修行的人 你们留在这里也是可以的 暂时我们学院的人数也没有控制 然后学会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也要求大家 如果是非比较少的 如理如实地修行的人 那么这些人 而且非常听服从 管理的 这些人我也答应可以说开许 你就住在学会当中 能待多长时间看这个因缘 如果各方面是非多 因缘多 经常跟那样的人特别麻烦的 这种人无论你有什么智慧也好 技术也好 或者你有能力也好 功夫也好 或者特异功能也好 这些都不需要 所以我在这里今天相关的课 好像是成了一个管理学的课 但是今天还是毕竟要讲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主要讲一些修行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没有管理好修 没办法修行 就像一个学生 你几率都受不好 那学知识是没有什么试探的了 因此在加行之前 应该要讲一些学修的要求和想法 今天我们接着讲《四加行》 第四评开始 《四加行》实际上是科判当中分的 众所三知相的加行还有宣说 此地和同时修道此地 分两个方面讲的 因为前面三知相的加行当中 讲正等加行和定加行主要讲正等加行和定加行 首先第一个是正等加行也分为 所修善知之相和宣说实修加行之相关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略所 然后三知相 所修的三知相 讲略所和广说 大家应该在这里先把颂词讲一下 再说吧 一切之差别形相为能相 由三种知故须形相为善 相关专论当中主要讲到的 前面三知 即知 道知 辩知 讲三知 这是分别为三品来叙述的 那么第四品主要讲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的主要内涵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三知 在正等加行的时候 把这三知后为一体 然后在这里讲修行 在正等加行当中所讲的内容实际上也是三知 实际上是三知 这样有些可能会有这种怀疑 前面三品当中也讲了三知 正等加行当中也讲三知的话 会不会有重复的过失呢 实际上是没有重复的过失 因为前面讲三知的话 实际上从间接角度讲 能了知三知具体的一些本体和分类等等 在这里 第四品当中讲三知 实际上是三知具体的一些修行 而且前面是分开讲的 在这里合而为一而讲的 有这个必要和所谓 我们要知道三知实际上作为菩萨 佛陀 包括随着小乘的声闻缘觉 实际上作为一个行者 一定要先要通达这种智慧 这种智慧不可能无缘无故获得到 通过一种修行来得到 那这个时候先讲三知的时候 应该用理论来了知三知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然后到了四知的时候 以次第或者同时的方式来进行了知并且修行 是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里讲道 一切之差别形象 唯能想 这里一切之指的是 我们应该了知前面讲到的 四地所形象的所有的这些辩知 辩知 机知 道知 这一切之 那么这一切之的差别实际上 它有不同的修行形象 这个形象一般分两种 一个是所取的形象 还有能取的形象 所取的形象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讲四地当中的无常 无常的话任何一个法 它自己不可能安住第二刹那的 就是以刹那刹那的无常的本体 无常的本体叫所取的无常象 然后我们通过闻思了知这个法以刹那刹那的无常 并且我们用智慧来了知过后要修行 修行这个法是刹那刹那无常 以此略特所有的万法也是不可能有很长的 这样的智慧叫做能取相 它一般有所取相和能取相 所取相是某一个法本体的形象叫做所取相 然后能取相通过智慧来了知它的形象 并且加以修持这个是在释迦行当中叫相 这样他这里也说因为智慧的 比如说四地当中苦极灭道的四道四种智慧 四种智慧也是有不同的道指 边指 极致的差别 它有程序不同的相 不同的形象 这个形象称之为智慧的相 我们就叫能相 那么这种相 如果我们开溃起来 实际上在前面的第一品 第二品 第三品当中 分别地宣讲了三种智慧 也就是说道指 极致 道指 边指 前面是讲的边指 然后讲道指 然后讲极致 这三种智慧 那么三种智慧实际上是 我们下面有三种智慧 在这个正等加行当中 以三种相来修行 虚形相为善 因为不同的三种智慧 我们到了第四品当中的时候 这三种智慧合而为一 以三种行相来讲 三种行相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会讲到 极致有二十七种相 道指有三十六种相 边指有一百一十种相 总共正等加行当中讲一百七十三相 实际上《现观庄严论》里面所修的 主要正等加行的内容 正等加行的内容 归纳起来其实是三支 三支分开的话 有多少相呢 有一百七十三相 其实一百七十三相下面都会有叙述 有相说 那么这个是略所 下面光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光说极致之形象 第二个是光说道指之形象 第三个就是讲光说边指之形象 我们刚才讲的一百七十三相 下面都有意义的 一个一个都会光说的 首先讲到光说极致之形象 我刚才说了 极致有二十七种相 就是二十七种相 颂词当中怎么说的呢 是从无边相 知己无动相 三地各有色 道中所误 十五 讲这个颂词 这个颂词当中就是说 从无边相 从无边相一直到无动相 无动相下面有一种不退视的相 这个之间实际上有二十七种相 二十七种相 具体是怎么算呢 它这里三地 前面的枯 极 灭 三个地 每一个地有四种相 枯 极 灭当中的每一个地有四种 这样的话 三四一十二 有一十二种 然后七种到底 它单独有十五种相 这样的话 前面十二种相 加上十五种相 总共有二十七种相 那么这个具体怎么分的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讲到极致 因为极致随顺声闻缘觉的一种智慧 宣说大乘佛法对极法 对云界处的一切极法了知无恶的一种境界 叫做极致吧 极致就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极致也是分四种相 极致也是分四种相 灭致也是分四种相 这样分的 那这个时候极致 实际上我们讲十六形象的时候 比如说极致 极致有无常无恶 有四种法吧 首先极致的第一个讲的是无常 那么无常按照《般若经》当中 他并没有直接说无常 他这里讲的无边相 实际上是无常相 那么从无常相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不退转相 或者无动相 这个之间有共有二十七种 在这里极致的形象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 正等加行的时候要修什么呢 就是修真正的空性 那修真正的空性的时候 首先是极致所舍的无常 苦 空性 无恶 这四种法 那这四种法都是远离两种戏论的 是常和无常没有 通达了常和无常两边的戏论 又通达了苦和非苦的两边戏论 又通达了无恶和非无恶的戏论 又通达了空和非空 这两者我们经常讲三十二种正义 这个是苦方面的四种法 同样的道理 如果极致也是有 本来是我们这个极是因 极还有生和愿 在《俱舍论》当中 这个极致分四种 因和极还有生和愿 每一个也是刚才跟前面一样 远离因和非因的心论 远离极和非极的心论 远离生和非生的心论 远离缘和非缘这样的心论 这是极致所舍的四种法 通达了极致所舍的四种法 同样的 灭敌 灭敌也是有灭极妙离 也是远离两边戏论的这四种法 这是前面三地所舍的十二种法 这是作为菩萨要所持修的 然后后面道地所舍的法 实际上在道地当中对治烦恼障 有任务的四种法 这个是跟十六地十六形象当中一样的 什么刀和肉 还有心和非刀 那么远离刀和非刀 远离肉和非肉 远离心和非心 还有远离什么呢 就是粗和非粗 这样的四种戏论 这个是对治人我烦恼障的四种想 然后在这个上面还有菩萨厚德的时候 对道地 幽露的道地 其实在《千观传论》里面的 《幽露 无露》实际上是 竹钉叫做幽露 肉钉叫做无露 并不是《俱舍论》里面讲的是 对与六门项链的叫做幽露 没有对六门所项链的叫无露 没有这样的 它这里主要是出顶入顶 出顶过程当中有露的四种 五种想 这五种想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切万法了道 如梦 如回向 如养颜 如烟花 还有如幻 总共有五种想 这就是有露 道地智慧的五种想 在这个基础上面证悟法无误的时候 以入定智慧的也有六种想 这六种想聊到燃物 聊到清净 聊到分别的其他的想和相关的 总共有六种想 这六种想聊到燃物也是不存在的 聊到非燃物也是不存在的 每一个都是远离了两种心论的 这样之后道地所说的十五种 然后前面三地所设的十二种 总共有十二十七种想 那么这二十七种想也就是说 我们学显广藏论基地的二十七种形象 作为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开始进行修持 进行修持什么呢 我们想如果声闻诚可能枯极灭道 比如说枯里面的枯空无恶无常直接修 他并没有像大乘所说的那样 远离二边心论的大空性智慧 没有这样的修法 这是讲到大乘佛法 也就是说《现观众长论》里面 《般若经》当中的特殊 远离一切的能取所取 或者远离一切的有和无得两边的修行方法 正能加行的二十七种修行方法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讲到了光说道智的形象 实际上它这里有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 接下来我们讲义比较多 所以你们最好自己接下来看 麦彭仁波切的讲义 若巴佛佛的讲义 还有一些其他的讲义 讲义当中有个别的叙述方法稍微有一点不同 但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不管是基地的七种相也好 道地的三十六种相也好 然后编制的一百一十相全部都是远离二种戏论的 这样的一种修法 当然这个是按照麦彭仁波切的解释方法 这些法也就是说一百七十三相 一百七十三相的每一个法在生意当中远离四边八戏 没有任何这种现象 而在世俗当中有如梦如幻的形象 因此作为菩萨为了清净 为了得到所有的功德 在入定的时候 以远离四边八戏的方式而无有相撞的入定修行 然后在出定过程当中 把这一百七十三相一一的 不混杂地去修行 但这个修行者有两种子弟 作为坚持者的菩萨 他一步一步地去修 包括前面的无常 苦空无我开始 一个一个地去修 一直到最后佛编制的法 编制的最后一个佛的相 佛的形象之间所有的这些法 一个一个地会修的 作为尼根者菩萨 同时能修持的话 这一百七十三相在一刹那间当中修持 这是我们讲后面这几个加行的时候也直接说 因为为什么讲一个刹那加行呢 实际上刹那加行所有的这些形象在一刹那间当中圆满 但是对我们来讲不要说是一百七十三相 连苦地的这四个相在一个刹那间当中圆满 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修行不能自己认为自己应该是个很高的境界 因为现在有些佛学基本理论的基础比较缺少 这样的原因好像佛教很高的一些境界 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特别高的境界 现在也是在许多人说 我什么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 甚至现在只称为佛的人也比较多 说实在 只称为佛的话我们应该也跟他 我听说有很多只称是佛的 很想跟这些佛陀采访采访 因为既然是他佛的话 他肯定会有尽所有知 如所有知 什么功德都肯定有 什么不懂比较愚笨的佛在地上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我都看过很多自持佛的一些照片 好像是像莲花一样 采在莲花上 顶上做一个人工的顶级 然后自己认为好像佛的受盈 这些都做得很好的 他还是会 在那天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制成佛 然后看到这个照片很形象的 看起来包括图示也好 下面地座的莲花也好 那么旁边个别的一些善男善女的眷属 这些都是看起来真的是佛出师一样的 他就开始用救护手印来踩在莲花上 周围有很多电脑来操作的 什么白云什么样的 但这个倒是不一定是真实的 真正这些人有没有这种 不要说佛的大悲心 连世间当中的有些大悲心具不具足 不要说佛的智慧 连世间当中的有些智慧具不具足 因此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佛教最不兴盛的 佛教最不懂理论的这些地方 往往都是以用佛法说很多特别离谱的 比较玄妙的一些神通 各种各样的 那这些说明对佛教的理论一窍不通 同时自己的修行也是一无所有 这样的原因好像佛教看着一种很巧妙的 或者很生气地给世人开始蒙天 或者各种形象会出现 因此佛教徒希望在修行过程当中 实在是自己到不到这种要求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你也没有必要特别苦恼 伤心 绝望 没有必要的 这个修行的次第需要一步一步地向上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作为佛教徒 一定要不能讲一些特别对生活遥远的 而且让别人根本无法相信的 甚至有些人可能暂时相信你的这样的话语 但是不一定对你自己有利的 在现在大城市里面大多数的地方算是比较可疑 尤其是我们学院可能直接或者间接 起到一点点作用吧 我们也特别希望跟藏传佛教相关的 这些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希望以后在弘扬佛法也好 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尽量如理如法 一旦自己的缘分尽了 烦恼现前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千万不要依靠佛法来开始蒙骗别人 这是没有必要的 说实在我们发现的时候 这种人还是会给大家更要着重的说明 我前一段在广东也是听到个别的一些人 当着自己是所谓的瑜伽师 空性母等等有一些说法 但具体怎么做不是很清楚的 但如果真的这样 我也想为了以后这种现象不要发生 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包括在网络上也好 或者媒体上 特别不如法的有些形象有必要给大家知晓 这样之后尽量地现在从总体上来看 大多数的地方都很认真的有次第的闻思修行 大家都很认真的修行 而且从修行过程当中确实是 这个生活得到很大的转变 真正通达了什么是佛教 自己也是面对生死 面对苦劳的时候 确实也是佛法的道理和修行用得上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时候希望大家也应该对身边的这些人 如果发现特别对佛教有损害的一些行为和现象 尽量地置之 如果实在是你无论为你制止的话 那么你也是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来 当然这个是不能有私人的一些关系不好 或者自己保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来故意无因诽谤 这些确实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想通过释迦行也非常清楚 佛教的一些真正的修行实际上确实也比较难的 我们前面讲到的二十七种形象修行也非常有困难的 那么这里讲到道指的形象 你们也方便可以看看里面具体的一些内容 欲应道寄苦灭众入此地说必有八七五七十六相 这里我们一般是四地的次地苦即灭道 就是这样的次地 但在这里 它的燃无法和清净法的果 它的次地先用积道然后苦即灭道 平时我们的次地有点不同 那这个前面燃无法的因实际上是因或者是集体 清净法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道地 燃无法的果是什么呢 依靠果也就是说通过业和烦恼的因缘产生什么样呢 就是痛苦 通过道地的修行得到的果是什么呢 清净法的灭地 也就是说灭地 这个次地按照顺序来 导致前面燃无法的因法基地有八种 下面会有讲的基地以断止的角度来宣说 比如说贪心 嗔心等等有八种相 然后这个苦地 道地的相 下面有利宗和和利 这两种角度宣说了 比如说本体 无量智等等 总共有七种相 苦地的话 实际上下面会讲 中相和自相 中法相和自法相 了达一切法事都是无常的等等 总共有五种法 用五种相 然后到最后灭地的相 灭地的相 从本体角度来宣说了十六种空性 什么大空 形象空 下面会讲了十六种相 总共有多少呢 实际上是三十六 基地有八个 道地有七个 苦地有五个相 灭地总共有十六个相 全部加起来 总共有三十六种相 那么这三十六种相作为菩萨在因地的时候 命运当中实际上是以如梦如幻的方式来 断除非利的形象 修持合利的形象 而在生意当中一切都是 无有任何相状行论而入定修持 这个是我们所讲到的到底的 具体希望你们自己也应该看一下 其中的三十六种相 下面讲到光所遍制的形象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是从四年诸究竟诸佛相 道地四顺众有三次分别 弟子即菩萨诸佛如此地 虚为三十七 萨师三十九 我们刚才讲了 几指有二十七种相 道指有三十六种相 边指有一百一十相 一百一十相在这里怎么安定的呢 是从四年诸一直到最后 一百一十相的刚开始 我们讲到资粮道的四年诸开始 一直到三十七道平后面有很多相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相就进佛的智慧相 最后有个佛的智慧相 那么这个之间 总共有一百一十相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安理次第的呢 那么这里是道地水顺中 这个并不是极地 也并不是苦地 也并不是灭地的这种赤地和水顺 不是水顺 而这里在四地当中的道地的赤地 因为道地 大家都知道 道地实际上是资粮道 然后加行道 然后见道 然后修道 到最后无学道 从小资粮道开始 一直到佛的功德之间 总共有一百一十相 所以按照道地的顺序 对善知分别有不同的相 对善知便知道知机智分别为 弟子指的是声闻 以机智的智慧 道知指的是菩萨 以道知的智慧 然后便知作为佛 他们的次第分别承许有37种 34种 还有39种 我们前面针对声闻弟子的机智的顺序 总共有37种相 针对菩萨的道知相 总共有34种相 然后针对佛的辩知 总共有39种相 那么这几个加起来 就是110相 那么这个具体也是可以 你们从讲义当中 也是可以了知的 首先是针对声闻的37种相 我们经常所讲到的37道品 什么四念珠 四正断 四神珠 还有五力 五根 七觉知和八神道 总共有37道 这个是跟他们共同的一个次第 佛和声闻 还有菩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次第阿尔阿尼的 然后针对菩萨的34种相 有三解脱 还有九灯池 还有十波罗米 在讲义当中应该有 总共有34种 你们方便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门法仁波切诸事》 《五宝佛佛讲义》里面也应该有吧 然后还有39种 39种实际上佛的功德 这个是不共的 跟前面不同的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有前面讲十理 四五位 还有四五爱 十八不共法 还有应该说 佛陀了知的净所有知的法和如所有知的法 全部都是有正如智慧 万法通达的智慧 菩提佛佛陀了知一切相 总共有39种法 那这样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正等加行》当中所讲到的这些相 实际上前面从五常相开始 一直到佛相之间 总共有173相 那么这些相也是佛的功德相 实际上我们有必要的话 到时候这些相一个一个讲一下 但是也不用吧 我们在其他论当中也讲过 好像其他的有 以前修行次第里面没有讲过 相关修行次第当中 可以吧 这些形象在入定过程当中都是远离一切戏论的 而在厚德和出定过程当中 各自的形象不混在如幻如梦的方式来修行 这就是我们讲到173相 正等加行所修的总共相有173相 因为前面的这三相全部归纳起来也是这样的 可以吧 好吧 今天降到这里 可以吧 好吧 今天降到这里 再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